在中国拥有将近500家门店的瑞典服装品牌H&M 因为拒绝使用新疆棉花 结果在当地引发抵制浪潮 眼看事件像滚雪球般越闹越大 H&M中国星期三通过微博发布最新声明 再三强调集团将来秉持公开且透明的原则 管理全球供应链绝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H&M用一句来撇清外界所猜测 此举可能是美欧等西方国家 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展开的制裁 声明中还提到集团是通过全球认证的第三方 采购更可持续的棉花 希望以行动支持世界各地的棉花 但是很明显中共政府不吃这一套 有中国网民更留言要H&M滚出中国市场 表明这辈子都不会再穿这个品牌的衣服 这几风波爆发后 中国多家著名电商平台 如淘宝 天猫 京东 和平多多等 纷纷只是下架该品牌的所有商品 曾经和H&M合作的大陆艺人也相继发声明 指目前没有和相关品牌合作 强调与国家站在统一阵线